OK 第六天 來 那我們現在呢 其實應該要繼續收集資源啦 不過呢 各位觀眾 阿洛呢 在昨天啊 私訊了我一個 埋藏東西的地點 他好像埋了一些東西在那邊 我覺得可能會是一個陷阱 但 因為我們現在物資很缺乏 我覺得他應該也不會殺掉我啦好不好 所以我們現在 要不要照著他的座標去看一下 總之目前的話 阿洛是沒有在線上 就算我去應該也沒事 只怕他會放一個陷阱直接來賭我 但我相信他不會啦 走 我們去他所說的座標看一下 喔 各位觀眾 目前呢 走了好久 應該十分鐘有喔 快十分鐘了 目前呢 我們到達了一個村莊 這個村莊好像我們沒有來過 不是我們去過的那個 不過這個村莊距離座標已經非常的近了 是不是阿洛住在這附近啊 喔 果然這個箱子已經被開過了 裡面只有一顆馬鈴薯 雖然這邊也是有一些乾草捆啦 就是沒踩走了 沒關係 我來幫他踩一踩 那總之這個地方算是路過而已吧 我們就繼續阿 往這個地方走 欸不對阿 各位觀眾目前已經晚上了 還好就是 呃 有其他人要幫我睡覺是嗎 拜託 拜託 差一個幫我睡一下 不然如果遇到鬼我可能又要死了 我這個地方怎麼那麼遠阿 阿洛怎麼把東西埋這麼遠阿 莫名其妙阿 欸 然後是不是沒有要幫我睡覺阿 幫睡一下 OK嗎 有了 各位觀眾那種 快跑快跑 好 絕對不能在這邊死 喔 有人死了 偏頭在那邊不睡覺 唉呀 沒有我的操作記得早點睡阿 喔喔 終於有人睡覺了是不是 太棒了 那我們就是繼續往前 好像快到了吧 翻過這座山應該就到了 OK 好像就是這裡是不是 這一棵櫻花樹一下阿 不知道為什麼這邊剛好有棵櫻花樹 總之應該是埋在這邊吧 我們挖開來看看 等一下大家我家有點危險 要是他埋得不好我是不是會死掉 然後這是在這裡嗎 喔 這裡有那個石頭阿 有人挖過了痕跡 喔 然後他有點轉彎了是嗎 喔 看到箱子了 這就是箱子嗎 然後這邊還有其他的痕跡什麼的 這什麼箱子阿 這不是陷阱箱 應該不是 要小心點 絕對不能大意阿 來 我們看一下喔 喔 裡面有鑽石耶 哇 喔 看來阿洛人還是挺好的 給我五顆鑽石是不是 好啦 那總之 我們拿到一些物資是還不錯阿 但是 我們要怎麼回去呢 我拿到一個不是 喔 那不是 我自己可以拿到便宜 也不知道 處理一下 打算 複製 你自己看 我自己看 我自己看